都問一下,大家都最重要關心,你可能都會受過疫情影響,就是1997 Louis就想問一下,怎麼看呢?可不可以借業績有短炒? 如果借短炒,我想就難一點 業績當然就一定不好 但是你說有沒有短炒的機會 我想好看就是大家這一刻 比如可能第一季或者上半年 對業績有沒有很大的扭轉和衝擊 如果你是有這樣的情況 意味著業績過去不好,跌了下來 但是如果這一刻很好的,買上去駁回短線 是有這些的機會在 但是剛才也說到就是要起碼 這一刻你覺得這個半年是很厲害才行 但是我想大家現在都知道了 就是你講本地的疫情 大家可能現在就是 雖然我沒有什麼外出 可能三、四天才出一次買東西 但是看就是那些朋友的照片 或者到處都記得了 其實外面是偏向越來越像死城的感覺 尤其是再晚一點更加是 所以你看到很多連店鋪都不開 或者開了都沒有生意 其實你對這些的本地零售 租任相關的 怎麼會有一個好的看法呢? 那除非你覺得這一波 能夠這一刻 立刻有一個高位回落 過去而已 但是你看很多數字都真的應該是未見頂 雖然過去這兩天五萬多都很誇張 那一天 但是就應該真的未見頂 那所以不斷是繼續困擾 不斷有這麼多嚴厲的限制造師 不斷大家都不敢出街 或者是好像死成一般的 那其實對這些股份一定不會好 就是這個半年業績 那所以如果你說短炒呢 就真的沒什麼機會的 因為始終我想九字這些 另一個問題就是 它其實兩大商場的問題 都是那一句 它本身就是 就是它因為比它走得高短一點 嗯 和經濟敏感度會更加之高 這個彈性會更加之大 就是那個經濟不好 對它的傷害更加之高 而以來本身它和一些商戶 都是有個分成 那你的商戶都做不到生意 那它更加有影響 那所以我覺得 就有機會也要減租繼續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 你論短期的前景 一定不太樂觀的了 就是要看的 可能就是一些長期的前景 但是這個長期的前景 就當中有很多不確定性的 就是我想 如果現在是駁太長線呢 也都是要慢慢看著先 那我自己會覺得 比較審慎的 不是太建議去短炒 還有你論股價走勢 不斷都是市底 或者也一樣是處於所有軍事留下的 那怎麼會是炒得下手呢 就是你要駁反彈 如果一駁短炒 你都看起碼去得定先 就是大家都似乎不是的 那我覺得你要駁 其實那個風險會比較大一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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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